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场上的情况 再输一局 自己整场比赛就输了 所以还是去想 怎么能够多赢一分 试一分吧 我觉得在追分的过程 这种感觉上 可能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一些吧 就是场上打的 我觉得还是在落后的时候 还是挺坚定的吧 但是在咬到第七局的时候 也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吧 包括9月8 自己还领先 也没有把握住吧 第五局的时候 我看你下了一个战区 跟一个小伙伴教练 什么时候 能在战区下你们的教练 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感觉 因为那会的时候还是想的是 再去部署一下整个的这种基战术嘛 因为其实那会暂停也是有的时候 也是要一个暂停也是换一换节奏吧 其实也没有 因为平时训练比赛 这种都在一起 包括比赛也都打了很多次了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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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